大家安静啊 我们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Music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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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运电视台 新运广播电台 大家好 现在是新运联播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3年1月29日 农历正月初八 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有 新运艺术团于2022年11月26日 举办了纪念十年团庆音乐会 新运艺术团 受邀在亚城戏社商会春暖 ACD亚城之春舞台上 引抗高歌 新运年度饺子宴庆功会正在进行中 现在请看详细内容 新运艺术团十年庆典音乐会 在花锁山市老英剧场举行 音乐会受到格外注视 各家领导出席音乐会并欣赏了音乐会 音乐会由陈娟娟老师主导 苏中西老师指挥 以混声合唱开场 有人把我的乃名叫 然后我们牵手跳起了青春舞曲 并迎来了闪亮的日子 接下来 时而低沉 时而柔和的鼓征 衬托出二股梁山国 和提琴祝英台的七美爱情 然后观众被带到三十里头 在那里欣赏了与高音鼓唱 丰业之恋 女声唱完再别汤巧 男声说 等你到天明 然后一起去听《南平晚中》 小提琴沉思后 红艳飞后来宣称 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口琴也不甘落后 吹响了 这世界那么多人 都在唱康定琴歌 张淑华献上牡丹之歌 舞蹈队跳起了茉莉花 观众终于期待到了 捉满的表演唱 王惠君 赵国刚 郑浩强 要在小河汤水 女声劝他们 还是趁个歌声的翅膀 去听秋之希望吧 最后 雪花洒落在爱情树上 有人用德国法语感叹 嘎我厉害 欢迎过来就是 西布莱努力合唱的意思 音乐会 取得了圆满成功 观众满意度 与往年同比 增长了 百分之三十三点九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古剧拓来的节日期间 新运艺术团四次受邀参加文艺演书 首先 南小河在戏设的舞台上 出漏风暴 南平满中的歌声 吸引观众拍手互动 进入腊月 新运的滚声合唱 无伴奏合唱 先后登上烧会春晚 和ACP牙城之春舞台 红艳飞过大草原 女生红裙应红颜 茫茫天空 艳河网 男生整装只放下 新运的歌声 从舞台挑起 伴随着茉莉花 在石头山绽放 新运的知名度 与往年同比 增长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九 哈哈哈哈 在停办三年之后 新运饺子宴 庆功会 在今天重新开张 新运的饺子 皮膏馅大 吃起来 味道鲜 吃货满意度 与往年同比 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哈哈哈哈 刚刚收到 台记者 从包饺子小组 送来的报道 提醒大家 别忘了喝点饺子汤 哈哈哈哈 特别提到了 饺子汤的 两大功效 第一 帮助消化过多的饺子 第二 提高 对新冠病毒变种的满意能力 哈哈哈哈 今天的节目 就播送到这里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